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是2024年11月27日 欢迎收看第237期泰国周刊 今天是社会版 在本期节目中 我们会看到两个比较综合性的报道 一个是今年前三个季度 泰国公寓的销售数据 另一个是中国投资者对青麦的渗透 已经引起了当地市民的不满 在此之前 先给住在泰国的朋友通报一件事 据曼谷邮报25日消息 能源部部长朱拉潘近日表示 该部计划将每度4.18泰铢的电费限价政策 延续到明年的4月 这就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2025年 1至4月份的电价维持现有的水平不变 好,接下来请大家点赞和订阅 我们一起打开本期的泰国周刊 第一,曼谷市长为最堵的一天道歉 据泰媒综合报道 为了推广城市步行和骑行的风气 曼谷市政府配合自行车协会 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 结果惨败 11月19日 政府将肃坤义39项的一条快车道 改为慢车道 并设置了交通路障 确保汽车不会侵占自行车道 结果39项和附近的17条道路 从晨光细微堵到灯火通明 真正做到了全天候无间歇的大赌车 据司机投诉称 长城的车队一直排到了胜利纪念碑 新自行车道上几乎没有自行车 反而全部被摩托车挤占 成了外卖小哥风驰电车的赛场 11月20日 曼谷市长查查公开道歉表示 路障已连夜拆除 恢复至原来的模样 查查说 曼谷作为泰国的首都 需要做出很多改变 使城市更适宜居住 这次试验虽然失败了 但大胆尝试对城市的发展来说 非常重要 第二 新年期间将提供24小时酒水服务 泰国关于卖酒喝酒的规定很多 佛教节日全天候禁止卖酒 就算普通的日子 也仅能在11点至14点 和17点至24点之间卖酒 餐厅向顾客提供酒水 可以持续到晚上10点 如果在酒吧的话 最多可以喝到凌晨2点 据泰国20日报道 在泰国酒店业协会的强烈要求下 卫生部长宋萨克近日 批准了一项临时决定 在今年的新年期间 住在酒店里的客人 如果在酒店内的酒吧和餐厅消费 可以24小时买到酒精饮料 泰国国家铁路局 也提出了一份类似申请 要求放宽在火车上的酒精禁令 卫生部长解释说 在火车上喝酒可能会导致犯罪 并威胁乘客安全 因此驳回了这一申请 在泰国的道路交通事故中 有很大比例是由于酒驾 数据显示 在去年新年期间 有23902名司机接受了酒精检测 其中有3370人醉酒驾驶 比例高达14.1% 第三 商务部提前预告明年打击对象 据曼谷邮报24日消息 长期以来为了保障本国企业的利益 商务部下属的商业发展局 简称DBD一直在审查和打击 外国企业使用泰国提名人的行为 今年共调查了4个行业的26,019名法人 其中有64人因会计违规被调查 事前充当代理人的只有4人 DBD局长奥拉蒙近日表示 该部门计划2025年 对26,830名法人进行调查 涉及行业包括旅游、房地产、电商平台、 酒店和度假村 以及仓储物流和运输 此外,DBD还将在6个月内开发一套智能系统 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来分析法人的业务行为 并确定这些实体被用作代理人的风险 泰国网友看到这条消息后都乐得不行了 据2025年还有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 政府执法部门居然提前预告严打计划 这是提醒企业注意合法经营呢 还是提醒法人今年过年不收礼呢 第四,泰国接待外籍游客突破3000万 据泰媒综合报道 旅体部20日宣布 截至11月17日 泰国今年已接待外国游客3056.4万人次 为国家累计创造1.43万亿泰铢 在水灯节期间 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短途市场 环比增长了4.5% 入境游客排名前五的一次是 位居第一的中国597.4万人次 邻国马来西亚436.1万人次 印度182.3万人次 韩国160.8万人次 俄罗斯140.5万人次 旅体部部长索拉旺预测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 长途市场 特别是欧洲游客的数量将会增长 自7月份以来 航空公司座位数增长了10% 这一运力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政府同时也在放宽 陆陆入境的政策 希望吸引更多的邻国游客 随着年关临近 今年外国游客的目标 已经调整为3670万人次 依然低于2019年近4000万人次 这一缺口中 大部分源于中国游客的减少 第五 创建泰国流媒体平台与网飞竞争 据民族报25日消息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泰国视频流媒体平台的市场 已经达到每年140亿泰铢 三分之一的泰国人 可以使用流媒体平台 其中高达52%的人 每天观看视频的时间 长达6个小时 媒体代理协会会长帕塔玛万表示 以往非为代表的外国OTT平台 现在占据本国市场的主导地位 开发并搭建属于泰国自己的流媒体平台 已迫在眉睫 这有利于向全球输出泰国的电影 电视剧等软实力 很显然 在这一方面 泰国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 广告公司iProspect总经理拉威万指出 泰国应效仿中国 开发属于自己的TikTok 数字电视运营商纷纷表示 视频流媒体平台的开放 对吸引观众至关重要 并可以创造可观的收入 专家呼吁泰国的内容创作者 侧重于满足国际观众的需求 泰国有潜力像韩国一样 在内容制作方面取得成功 同时 有很多业内人士表示 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 流媒体平台在最初运营阶段非常烧钱 如果没有雄厚的资金作为后盾 很难取得成功 第六 东南亚首家任天堂授权店落户曼谷 据民族报消息 11月21日 任天堂曼谷授权店 在鲜罗百利公购物中心正式开业 曼谷店设有两个主题区域 总面积356平方米 在游戏体验区 顾客可以免费试玩60多种游戏 包括马里奥 塞尔达等经典作品 在商品专区 有超过350款任天堂角色的主题商品 还包括游戏机 游戏外设 玩偶 文具等 Synnex首席运营官苏提达表示 泰国有超过3200万游戏玩家 占总人口的47% 任天堂东南亚首家店面 将很好地满足本地需求 业内专家预测 任天堂之所以选择在曼谷开店 更看重的是泰国数以千万计的外国人 这些游客的消费能力更强 而且还可以享受退税政策 第七 苏安纳普机场 力争5年内机身全球20强 最近关于苏安纳普机场的新闻报道比较多 先是一号卫星航站楼被凡尔赛建筑奖评为全球六大最美机场之一 紧接着泰国机场公司AOT宣布将启动该机场的航空枢纽建设 将中转航班所占比例从现在的4%提升至20% 据泰媒综合报道 交通部部长苏利亚近日表示 政府已下令在5年内将苏安纳普机场打造为全球20强 年课流量将达到1.5亿人次 交通部常务秘书长查亚谭表示 泰国将分三个阶段来实现这一目标 短期内引入生物识别系统 加快出入境通关速度 减少旅客的等候时间 中期来看将兴建和扩建更多的航站楼来提升运力 长远来看 政府将推进泰国航空维修领域的发展 为机场服务提供支持 AOT总裁基拉蒂表示 苏安纳普机场计划在今年的12月 推出一个共享办公空间 为商务旅游提供更多便利 在明年2月前 将要求所有航司实现24小时提前置机 以缓解拥夺 此外 明年2月还将在机场内开设儿童游乐场 好 本期的节目已经过半 下面的房地产动态更加精彩 请大家多多点赞 第八 泰国公寓销售数据显示 缅甸崛起 中国衰落 据民族报消息 房地产信息中心24日发布了最新数据 今年第三季度 外国人购入公寓3756套 价值约185.7亿泰铢 就数量而言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6% 成交金额增长了8.9% 今年1至9月 共有11036套公寓转让给外国买家 同比增长了3.1% 成交金额514.6亿泰铢 同比下降了1.5% 按销售金额排名 前十位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国以20.2亿泰铢位居榜首 成交4386套 均价461万泰铢 缅甸出人意料的排在第二 购入公寓1050套 总金额5.46亿泰铢 均价每套520万 台湾跻身前三名 以3.17亿泰铢购入了612套 均价518万 俄罗斯排在第四 成交800套 总金额2.75亿 均价344万泰铢 美国位居第五 成交436套 总金额2.3亿泰铢 均价528万 法国排名第六 成交403套 总金额1.76亿 均价437万泰铢 排在第七的是德国 购入334套 成交额1.46亿 均价437万 印度排在第八 成交198套 总金额1.25亿泰铢 均价631万 英国排名第九 购入303套公寓 仅花了1.2亿泰铢 均价为396万 澳大利亚排名第十 成交218套 总金额1.12亿 均价514万泰铢 我们按均价来看的话 印度买家超过了美国和缅甸 出手最为阔绰 而俄罗斯 英国和法国的买家 更倾向于便宜的小户型公寓 缅甸买家为了逃离国内冲突 掀起了泰国购房热潮 虽然军政府为了管控外汇流动 限制海外购房 但依然没能阻止有钱人 在泰国买房之夜 数据显示 除了曼谷之外 缅甸买家还喜欢购买轻卖的公寓 与此同时 泰国还面临着主要投资国的购买力衰退 过去几年最大的公寓买家中国和俄罗斯 今年1-9月的销售额分别同比下降了12%和16.8% 第九 地产商预计今年收入和利润将增加 今年泰国房地产市场不如预期 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 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大型房企 收入和利润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而地方性的小公司则陷入了销售停滞 据《民族报》消息 上市公司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个季度 上司瑞别墅和公寓销售额达288.7亿泰铢 创公司同期历史最高水平 AP集团销售额276.7亿泰铢位居第二 苏帕莱227.9亿泰铢排名第三 苏帕莱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9月公司利润42亿泰铢排名全国第一 上司瑞和AP集团分别以40亿和37亿的利润 位居第二和第三名 Property总经理苏拉切特表示 在年尾的收官阶段 住宅市场的情绪不会出现较大波动 购房者对贷款利率并不担心 他们最希望银行可以放宽贷款的申请标准 虽然泰国房企在下半年推出了很多优惠措施 甚至个别楼盘进行了降价促销 但由于资金匮乏 买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热情 苏拉切特说 尽管房地产开发商今年的业绩可能不会太出色 但他们的收入和利润将高于2023年 明年对泰国房地产市场来说是关键的一年 政府的刺激措施 央行的货币政策 邻国缅甸的局势 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和川普的税收大棒 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泰国房地产市场 不少公司在今年下半年放慢了开发节奏 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第十 智库警告中国投资者围剿青麦 据泰格20日报道 青麦大学中国情报中心负责人达奈吞近日发出警告称 外国投资者的入侵应该引起当局的重视 S 中国的投资者正在渗透当地的旅游业 房地产业 教育行业和零售业 青麦有可能从一个休闲旅游城市 转变为中国人的第二故乡 媒体称 青麦当地人正在公开反对 中国投资者大局涌入并购买房产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当地社区的面貌 并威胁到当地的文化特色和经济自主权 据青麦府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 青麦市约有162万泰国国民 常住中国人约7190名 还有15万其他国籍的外国人 2023年 有大约20万中国游客到访青麦 成为当地外籍游客中最庞大的一支队伍 如今 大量中国游客可以通过免签政策 在泰国停留60天 不少人用这种方式在青麦做起了生意 漫步青麦航东区的街头 在某些社区 你可能会误以为来到了中国 店面招派大量使用中文 有些甚至没有太语解释 经营公寓月租业务的纳雷特告诉记者 中国投资者持续涌入租赁市场 他们买下大量房屋 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租 那些收入较低的泰国人将在未来面临 无处可住的尴尬境地 据青麦房地产协会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 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 在青麦购买了上千套房屋 总投资额约30至50亿泰铢 大约一年前 杭东区一个由中资支持的地产项目 仅在大约24亩的土地上就投入了3.5亿泰铢 这样的资金实力让当地开发商资贪不如 时间来到2024年 中国买家在青麦房地产市场中的比例 不仅超过了其他外国人 甚至超过了泰国国民 青麦的房价比中国大陆低好几倍 廉价航空公司提供从中国各大城市直飞的航班 旅行时间只有2-3个小时 对于来自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 青麦是一个物美价廉的天堂 Kevin在最近的会员视频中 介绍了泰国城市指数11月份的情况 青麦的生活成本远远低于曼谷 普吉岛 巴提亚等热门城市 根据泰国法律规定 外国人的公寓所有权不得超过总数的49% 并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 然而中国投资者似乎找到了绕过这些限制的创造性方法 他们经常使用泰国代理人来持有他们的企业 今年9月 当地智库进行了一项小规模的调查 在19至62岁的受访者中 60%的人表示中国投资对当地的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占40% 其次是旅游业20%和零售业16.7% 青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托萨鹏表示 政府必须严格审查从入境许可到金融交易的所有细节 从法律层面来讲 当局需要平等对待所有的外国人 但如果他们的产业处于灰色地带 那就另当别论了 个别企业之所以能够在青麦正常运转 很可能存在官方的共谋或疏忽 不排除某些官员参与到洗钱或其他违法活动中的嫌疑 11.中国人在泰国销售假奶粉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佛同府警方不久前逮捕了一名中国人和两名泰国人 他们涉嫌包装和销售假冒的亚培英顺金装奶粉 调查人员表示 中国人是这个小团伙的头目 他通过中文电商平台 以每罐690泰铢的价格出售假奶粉 正品的价格则要1000多株 警方在现场查获了5,375罐假冒产品 以及各种其他生产设备 两名被捕的泰国人表示 他们主要负责包装奶粉 并通过一家私人船运公司发往海外 具体的目的地他们也看不懂 但每天至少有100至200个订单 他们每人每月可以获得16000泰铢的工资 但他们表示不知道这些奶粉是假的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也谢谢大家点赞订阅 以及加入频道会员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